欢迎收听《最玲珑》第七十四集 十里红尘迎青来 五月春暖红尘 凌王府的兰花早已娇姿多展 静静绽放春亭 冰激玉谷玲珑高洁 咸牙里透着几分清傲 却也悄然带上了盈盈喜气 数日之前 一阁城中几大花轿的兰花都供不应求 尤其是珍品锐玉水晶 妙法莲华同落叶三星碟 凌王府差人尽数定下 即日一到天上蒙蒙亮便送入了府中 王府上下华灯结彩 早布置出十分的雍容喜庆 内侍公额奔走忙碌 热闹非常 凌王府的主侍白夫人 亦是自沿喜宫时便照看凌王的儒母 这一早便梳洗整齐 着府中仆从仔细收拾了谅教的百枝红竹 将迎亲的齐罗散善一一剪看 虽说了不予铺张 但盼了这些年了终见到这一日 便是不铺张也难了 听说这将入门的王妃温婉通会 人也是极美 不由拜天念了生佛 晚些时候便能见着了 白夫人眼角忍不住一开一丝 慈和的微笑 依皇家志 礼部指点行了纳彩礼 问明礼 纳吉礼 凌王府的彩聘也在纳征之日 送进了左相府 白头燕一对 金丝鸳鸯一对 闻云如意一对 细金合欢殿一对 温柔礼匹两幅 卷白两珠 卵凤结两双 五色丝两树 星尾鲤鱼二十条 彩翼云姬二十只 陈年女儿红二十谈 蜻蜓共酒二十谈 甘地降红明鸟树锦十丈 香色地红珠鱼云锦十丈 四色显纹散花背锦十丈 闪色影花水波纹 孔雀纹锦十丈 影花齐会八角星虫锦十丈 魁龙游豹散点彩绒圈锦十丈 另有肥羊牵头 稻米百石 精米百石 忌米百石 愚者蒲围 香草 金钱 六股膏 九子墨 长命铝 岩寿椒等等 花样繁复 令人目不暇接 宫里出来的赏赐更是丰厚 只延喜宫 便赏了吴秀百年好合一幅 十六岁 红金石串珠一幅 玉玲珑不摇一对 祖母绿千金锤环一对 穿花百蝶金镯一对 福禄寿温电玉镯一对 翘色兽手玛瑙碑一对 三黎文玉湖一对 素月梨花琉璃屏风一家 都有礼观直送 络绎不绝的赐质凌王府 即日那天 一哥城自中轴天阶往外 玄武大街和朱雀大街 两条迎经必经之路 皆有红绸扑腹 一眼望去 细浪千里一般 摇摇张展开来 晴空耀目下 映了金光淡淡 华美而飘逸 这却是天都鸡平丽 怀鸾等地的百姓 闻之清平郡主出阁 连日齐集商讨而为 红酬两边除了 护卫的羽林军 皇家遗仗关外 挤满了各处百姓 天都上下九九八十一访 商铺收夜 万人空相 只为看着相府嫁女 凌王纳飞的场面 即时一致 左相府珠门玄彩 金玉生辉 比凌王府竟铺张了数倍布置 但是陪嫁的庄脸 现今檀木大箱上 记彩箔 两人一台 两台一箱 随着皇家 浩荡伶俐的 华盖遗仗 鲜花轿而行 直过了半条玄武大街 众人方见到 入了街口的花轿 是花轿 名副其实的花轿 浅红清粉的 锐玉水晶 妙法莲华 落叶三星碟 几色兰花 像带着颤颤银路 坠在八台大轿之上 喜色中轻艳娇羞 名利而又不失灵动飘逸 花轿两旁 各有四对垂条花铜 美人手中植了香菲竹篮 沿路将新鲜采摘的兰花 洒了漫天 文心 莲瓣 潮玉 娇鹤 桃鸡 银鞭 雪素 紫花梅 红鸾椒 千斩蝶 云龙鸡 玉溪春 天府贵妃 金阳碧玉 胭枝彩凤 素红 椒粉 盐黄 妹子 淡碧 明桃 并着玉色百合花瓣 缤纷各异 花香明洞 净饮得无数彩蝶 偏偏随叫而行 长街上下 形成了一番 烫为观止的神奇美景 四周百姓淳朴 本就将救人活命的清平郡主 竟为天人 见得此景 不由得便有诚心高呼 功克王妃 王妃万福者 进而连成一片 如雷般送花轿前行 灵王策马在前 清冷如玉的神情 纵在喜福的应要下 也只是淡淡 然众人都看不透的眼底 却真切地透着深沉的 欢悦的明光 白马彩鞍 趁着伟岸身影 郊阳下 逆着淡淡天光 风神灵俊 又成了停住在一哥城 多少女子心中 渴望而不可及的七面 即便上了花轿 清晨却依旧有种 不切实的感觉 这一天 竟然就在眼前 猝不及防地叫人 鸡仪式梦 生怕一动便醒了 她猜中了天地的心思 却没有猜中那鹿旗 天地撂进了这棋局 却又偏偏错漏了一个情字 情之一字 千回百转 却又有谁能撂得到 餐得透呢 轿中隐隐迎绕着兰花的清香 手腕一侧 水晶石温润而微凉的感觉 那样清晰 清晨低头自喜怕的空隙中 看着这灿然滑贵的紫荆串珠 伸手轻轻抚摸 没想到 莲非竟将这开启皇族宝库的钥匙 鬼使神差般地赐给了她 然此时 纵金山盈库 亦不及母亲对孩子深切的祝福 紫荆石 是象征坚真而永恒的爱情啊 清晨嘴角 让开一丝清浅的微笑 耳边传来百姓的祈福声 李月锣鼓中显得那样的质朴和真诚 叫人微微湿润了眼眶 这便是那种不能言说的感动吧 就连她一向静而远之的左相府 凤衍夫妇的关怀倒似真情流露 还有送亲的凤家长子凤经书 四子凤成书 照应张罗忙了不下数日 在这样的日子里 她情愿忘了所有 或者也会有那一刻 他们能是真正的亲人 山穷水赋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初悲喜蝶起 如今却成了推波助澜 清晨游自出神 思绪万里 那日喜悦又犹疑的心情 也曾因担忧朝事 而参商是否要推拒 她却断然 断然而坚决地道 绝不容再有一次反复 说话时那语气 那神情霸道地逼人 一字一句将她的一生 深深俘虏了去 叫声微微一顿 将清晨神游的思绪 拉了回来 已是到了凌王府前 在花轿稳稳越过火盆 入院落下 叶天灵当庭而立 手腕惊弓 一致朝花轿 虚射了三只红剑 取破煞曲邪之意 听着外面热火朝天的喝彩声 清晨心头 无端快跳了几拍 喜炮震得心神微荡 一抹娇红就这么 翻起双颊 更添几分清丽 妩媚 应着喜炮的彩亮 温柔盈盈 明艳不可方物 忽而叫声一颤 却是行了踢轿门的礼 清晨只低头 瞅着那霞佩上的流苏 却见喜炮下 伸来一只修长而稳定的手 是他呢 清晨深吸了口气 白玉斑的手指 轻轻放在他的手中 立刻便被握住 轻微的温柔的一带 那温暖的力道 扶他纹纹踩过轿中 洒着的豆骨下了花叫 叶天灵已站在身旁 他似乎听到他在耳边 低声一笑 熟悉的气息吹得喜炮轻动 有股温润的热度 几乎立时透过喜炮 留恋在耳边 惹得双颊狭飞 休息中又带了十分的安定 任他牵着 虽看不见前方 却放心往门槛跨去 就写上轻颤的花丝 方越过那道劈踩的马鞍 仆人便将马鞍抽掉 猎女不嫁二夫 好马不配双鞍 就这样遇了不二的美好 许下何家平安 依稀听得十一 夜天离他们都在近旁 却满心只有身边一人 食指相扣 府中的喧嚣似也远远退去 只有他伴在身旁 拜天地 原来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简单 真正的举手其眉 叩拜行礼 带着虔诚和执着 每一拜都许以白头相伴的蒙事 认真的不悔的四拜 刻在了彼此的生命中 一生一世 来生来世 此生气阔 与子承说 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 生生世世 携手并肩 他 亦是他的妻 请继续收听 最玲珑第75集 落花流水 两心间